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迟早就说好事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一次 但最精彩的是逃犯条例 上次我都记得说过 其实这件事很不合理 明明是在追求台湾逃犯的问题 为何无端要跟大陆有关 另一件事也会说 很多人说逃犯的问题 是因为有些国家有死亡 所以不应该引导 但这件事如果抛去台湾 台湾也有死刑 我不明白为何无人提出这件事 就是因为台湾有死刑 所以便没有引导条例 现在那个人如果去台湾判死刑 便是违反过往 因为要成立这个引导条例 而避免跟台湾的原因 但这些复杂的事情 我们今天不说了 我们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原先我们觉得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泛民出来说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不可以让大陆用这个方式 借一些义 捉一些政治犯 你看林荣基这些 说走 你看那些 但是说这些 没有人理 现在哪些东西有人理 就是开始有些有钱人出来说话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发觉 不行 香港民主派 有什么差异用 除了撞人头是没有意思的 不够人头是没有人理你的 现在当建制派有人说话 整件事就不同了 先问两位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你先 我先说一下 我觉得开头这件事 我是同意你讲 我觉得怎么可以说 都是这些 大石杂死下的 大石杂死下的 我就是说反而有趣 就是说商家开始出来 两个党的朋友 虽然没有跟老周他们那么熟 自由党和经文联 我觉得奇怪 自由党还有一点 离京半途 虽然中国斌也算是迫到中央那边 但是经文联 经文联 岳少出来说 是 岳少刚刚升了 做接替 那个什么 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 那个 你提新闻吗 我知道 但是我又听了 我知道他没有做那个 又做了新闻 那个差不多是最 我回不回了 你继续说 是 是政府重用 林郑重用的一个 做官 即是公职的人 他都出来这样说 你那头 政府这么重视的 公职王出来说 反对 或者是最低的 豁免 那头美国 好像美帝 美帝又出来 美帝又出来 美国驻港令氏 都出来说 关注这件事 就是他们好像走马齐那样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喂 美国驻港令氏很少介入香港政治 就算当年最介入得很厉害就是政改方案 他劝民主派支持政改方案 而不会和中国对着干 现在你美国驻领市和自由党 竟然说了一些东西和经文联 还不是勾结外国势力 你真的说不通 这件事 很奇怪 我想不明白 我都不懂 但问题就是这么说 第一 这个是不是硬任务呢 究竟是不是硬任务呢 但是 所以我未能解释 解释了这件事 阿爺是不是一定要行这件事 OK 如果一定要行这件事 就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但是如果 纯从理性去想 就是一般状况去想 其实 你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两件事 第一就是内地 第二就是经济犯 是内地和经济犯 为什么会是内地和经济犯 其实是第一 内地政府 阿爺根本就不关心 你有没有引不引到那个 那个什么鬼 那个杀人啊 强奸啊 那些犯罪 是没有问题 那问题就是阿爺 是不是想引到政治犯呢 我觉得阿爺 其实政治犯 你在外国 他有时候都放你走 在政治犯来说 他都不想引到你 如果他很想引到你 那些什么 保外就医 很多保外就医 其实他都不要介意你那些政治犯 是留在香港 或者这样说 政治犯呢 在大陆就一定要抓 在香港呢 你都影响不到中国大陆 你建设民主公国 你不会在香港建设的嘛 就由得你搞 整个事情真的要抓的 其实就是经济犯 是 就是那个目标 整个法案目标 真正重打的对象 所以他们终于看到这个问题 不是针对政治犯 就是泛民经常想来想去 就是想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都要硬任务的话 那为什么 那两个商界的党 都这么亲中 都敢出来 最初我觉得这是硬任务 我真的不明白 就是因为民建联 全部都出来了 你们几人休天 有法院把关的嘛 你这帮泛民在乱说 危言耸听 我心想 民建联说得出口 就是中联办比后有推力 既然推得这件事 就是硬任务 我刚才一早 我捉不清它是硬任务 因为你的马屁精 周时都不是 就是抢杂先 是的 我只是说 整件事就是针对政治 是经济犯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就捉错了目标 就是人家 每个都要来打压言论自由 你看小建华 他没有支持民主 所以就捉走了 没错 问题就是这样 其实捉来捉去 甚至不是捉政治犯 因为政治犯 他的政治硬任务 如果真的犯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他其实就是想捉那些 牵涉到几万亿的人 终于大家看到 问题 这个亦有一个分别 你那些政治犯 这么狂 要捉你有多难 少建华 我请几十个保鞭 或者是四个人 我更加要用法例去引导你 没错 整件事 那些人是一堆保鞭 所以整个法例 大家至少看到的问题 重心就是经济法序 但是不是硬任务 我就真的不敢包 至少要看一看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如果针对的是经济法 你就明白为什么 自由党和经民联金 手腾脚震 我们都不能够 担保自己完全清白 或者我现在清白 我也不能够保鞭 永远清白 如果你捉到经济法 我们全部都是潜在的目标 就算不是他们 他们也有很多生意伴侶 这些人肯定是会跟他们说 我跟你合作了这么久 你是不是要帮我出声 这件事搞不定 而现在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首先是谭慧珠出来说 他说这件事 台湾先撩起先 不关我们的事 人家否定了 又有些人说 其实又不是不能谈 两会就让你去发表一下 如果是这样 就不像硬任务 还是中共转体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想他们都没抓 要看林郑的决定 最初我记得 刚刚推这件事的时候 泛民提了很多收地案 全部都被推翻了 但是现在这刻 突然间松了很多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那么诧异的原因 就是起初你很紧的 现在放松了 大家都可以大明大放 你喜欢说什么都可以 不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不是经文联络之后 所以我都怀疑 我怀疑是不是硬任务 所以到最后要看 究竟阿爺下多少压力 我想他们现在 香港政府都在摸底 都在摸底 但是似乎 指推的力 就是不同 一地两检 港珠澳 那些事情 但是这个周大师说的 很有知识 很有知识 我看过报道 他就说 这些商家当然害怕 经常想到中小记 因为很多上面包二拉 重分罪 重分罪 他们就怕这些 就不是你所说的 就真的那些大老虎 我想包二拉那些 是很小事 就是我想 我很少会想到 这么小事包二拉 但他要抓你的时候 他要抓你的时候 他用这条罪来抓你 那一刻恐怖 因为其实引渡很复杂 你如果去包二拉 跟着就要启动 没有法庭 不会这样做 那些人 即是经济犯罪 那些人 原来他多了40万 如果你想去经济犯罪 那你不会 一定是比较严重的经济犯罪 而这件事在中国是特别多的 而且那些是牵涉到很多钱 就是香港再不能够成为中共的走资中心 那是很严重的 但是究竟他有几大决心呢 亦都看不到出来 因为现在开了两会 开了两会的时候 跟着才打电话给林郑 喂 搞搞他 那都未顶 可能现在只不过 他忙着另一样的 未蹲出林郑 所以都要看其他的后续事件 但是呢 我想 如果你这么多人反对 他怎么想呢 就是说 喂 美国领事都走出来说的时候 其实 我这么说 做生意 是全部都可以的 做出生意 有哪个人 就是当时的时候 很多年 20年前 就跟大陆做生意 20年前 陶锦森和我说 他说 其实如果政府肯动 政府肯动 几个机构的人都被抓了 就是从国家政府到现在 一个SFC 一个ICAC 一个需要办法 对照查方 是可以将全港100% 再加个税公 全港100% 商家佬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只要他们一起用 这些方法做 问题是用不用的 去到最后 当然也要谈谈 有些朋友在泛民做 都觉得建制很无耻 无耻的地方 就不是他们是否支持共产党 无耻的地方 他就跟泛民议员 再谈谈 喂 你今次一定要站硬 我们不方便站出来 你们一起支持 我们才敢站在你后面 摇旗立峡 你看看 你的建制都是不值得帮 但当然也都认同 我们证明了周演大师说的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泛民建制 就是本事一家 这件事不只是我说 你本来在我身上 你都可以说 客观的地方就是 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 利益共同体 好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